這間店開了28年 保持台山的風味 台山的風味是保持食材新鮮 食材基本上都在台山拿出來 做法是味濃而不咸 欣妍, 這位是勤哥 勤哥, 你好 今天專程帶欣妍過來吃黃鮮飯 這間店是28年了 這間店真的比你更多 這間店是最好的 今天帶了一些新鮮的野生黃鮮 這麼小的? 真是死人 台山的黃鮮是很新鮮的 肉鮮的鮮味 當地叫做血鮮, 是嗎 一放去的時候, 很多血鮮 味道很鮮, 肉亂, 很適合煮黃鮮飯 強哥, 我看人家捉鮮很難捉 你懂嗎? 當然懂 一撈一撈就行了 不是, 我說是同手捉的 那要找勤哥 捉黃鮮是用手鉗的 不是兩隻, 手鉗的 這樣鉗著它就不能動 這樣就這樣做了 厲害了… 你不如這樣繞著它, 它會捉不到 我也學習一下 對, 要鉗的 強哥, 看來你也有簽附開黃鮮飯 強哥, 可以合作鮮 對 由於你吃得多, 看得多 那你就會熟 不如你做吧 林師傅, 你貴姓 姓林 姓林 我剛才在池裡做了一些黃鮮 看你龍眉大眼, 拖黃鮮一定很厲害 現在的黃鮮不是你們想要怎樣拖 我們用熱水煮過它, 去散 然後撕去骨 讓小朋友、老人家吃不到骨 這個已經是六號, 幾多成熟 大約八成左右 八成 好, 我們不如拆骨吧 好… 首先撕在肚子裡 一條絲 然後把腸子… 鑽掉 首先撕至底, 撕至底 待會再拆 手塊很絲滑 然後再撕細一點 把骨子裡的肉… 其實這樣是一滑, 它就用來的 讓我看看骨 骨是否沒用的, 即是調了 用來熬湯 熬湯, 然後用來煮飯 它會鮮甜很多 但這樣做法 就是老人家、小朋友都比較容易吃 又不會蓋到骨 然後怎樣做 把鱔骨熬湯 把湯放在飯裡煮 煮熟的飯後 把鱔骨熬湯, 爆香的鱔絲 然後把飯放在一起炒 炒完後, 把蓋上蓋上蓋上蓋 我心心念完的黃鱔飯 在廣州以為你不吃得最正宗 是呀, 快試試一下 好吃 真的很厲害 它就像黃鱔和台山米的熱戀 就是這樣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它比台山更加台山 真的嗎 經過兩度的加工, 再炒一炒 吃起來的飯粒是很香的 黃鱔的鮮味 再融合在米裡 令你吃起來還想再裝 而且它的米是用台山米 扁扁一點, 但很有米香 因為煮熟底飯, 用米用得不好 第一個會髒口 第二個會髒骨 你看它, 揀起來是散的 但是吃起來不粗口 這個就是煮米很重要 吃這些黃鱔飯 當然要看底部有沒有飯粒 很多飯粒黏在底部 讓我來吧 你想吃飯粒而已 你看看, 是嗎 哇, 金黃色 很脆 而且飯粒帶有黃鱔的湯汁味 所以吃的煮仔飯 通常看到飯粒很金黃色 但多數有很多油 這個很乾爽 而且很脆 這個是煮的時候, 不用心機烘 烘到飯粒夠金香 那黃鱔飯這麼好吃 是不是還有其他菜都一樣好吃 我會來 我會來